請問老大還會有比較劇烈的 午後大雷雨嗎 好的 那我們根據最新的電腦模擬資料 可以看出來 就是在未來三天 台灣附近的水氣減少了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晴朗的 不過到了下午 還是會有一些午後對流 在山區發展 不過它這一個影響的範圍 都會侷限在山區 強度也沒有那麼強了 不過到了週五之後 這個台灣附近的水氣又增多了 也使得大氣又變得比較不穩定 當然在清晨上午都還算是晴朗 不過下午發展起來的這種雷雨 有時候都會達到大雷雨的這種沉寂 也就是說它會伴隨著雷擊強風 瞬間的一個強降雨 那也很容易帶來短時間的降雨 造成這種積水的這個現象 所以週五之後的天氣 又要開始注意這種強對流帶來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在衛星印圖上面 顯示出來就是上半天 各地大致上都是晴朗的 只有在清晨的時候 中部有一點雨 到了下午過後 一樣的這個午後對流又發展起來了 裡面有一些強度還蠻強的 我們來看一下雷達回波 然後就可以看出來這個是 到了下午過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大部分的這一個午後對流 雖然在山區發展起來 但是又擴展到很多的平地的這個地區 也都受到影響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際上下的雨 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雨 主要就是最北就是苗栗 苗栗有碰到一點 大致上都在苗栗以南的這個地區 那其中在這個屏東 它是達到蠔雨這樣的標準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大雨的層級 那在氣溫方面 由於大部分都是晴朗的 所以整個西半部的高溫 都有34度到35度 所以白天還是蠻熱的 那清晨可以看到在北部 還有東部這裡 氣溫就相當的涼 所以這是未來幾天的天氣的特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的這個狀況 也是在午後 才會有一些對流從山區發展起來 不過它主要就是在山區 對平地的影響很小 那平地大部分都是 幾乎整天都是晴朗的 因此植外線也很強 白天也熱 但是清晨就有一點偏涼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未來的天氣 就是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都會一直到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的時候水氣增多了 才開始午後對流 這個不穩定的狀態 又會開始影響我們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氣溫 二 三 四 都在以台北為例 大概都在35度 那其實各地區都在34 35度左右 那到了週五 就是水氣多了 這個下雨的機率提高了 發生好大雨 發生好雨 大雷雨的機率也提高了 那在下午過後 山區還是會有一些 局部的這種震雨的現象 當然這個雨不會像 今天或者是前幾天 那一種強度了 它是比較穩定的 這種五過雷震雨 那所以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應該要特別注意 這個日夜 日夜溫度的變化 注意穿著的調整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